我在去年初的時候 去峇里島 然后在那个阳光下 泡在那个游泳池里面 突然发现 我的小指头上面 为什么有一个黑色的 想说完蛋了 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报道过一个 叫做黑色素细胞瘤的东西 它在台湾人 就很容易长在脚底 手底指甲下面 我刚好就在小指头的指甲下面 就长了一个黑色的 我想说 什么瘦出现物色没看到 然后心里就这个 我刚开始报道我自己的新闻了吗 就登登对 我就登登就想说完蛋了 然后就开始忧心忡忡 每天看着它 每天看着它 就发现它都没有消失 它就一直在那边 然后开始隐隐约约做痛了起来 然后想完了 我会不会得了黑色素细胞癌 然后每天都想完蛋了 后来心里就一折以洗 一折以忧 忧的是得了可能得癌症 洗的是 黑色素细胞癌最近有免疫疗法 我就去查一下免疫疗法 现在整个疗程大概200多万 赶快搬下自己对200多万才 那算便宜的了 那是第一个疗程 第一个疗程 对不起对不起 想说第一个疗程200多万 心里真的很好笑 想说那时候房子还是先不要装潢好了 然后先把装潢断钱留下来 你真的会传想很多物料吗 留下来买药 然后呢忧心忡忡的 大概就是过了一个多月 然后他都没有消 你不去看医生啊 没有消 不敢看 终于鼓起勇气 你还是医疗记者 估计有问题 打电话给医生 熟视的那个医生说医生 我是很想挂你的号 但是你都蛮好 但我一定得去看你一下 他说什么回事 来啊没有问题 我说我小指头的指甲下面 有一个黑色的那个 我觉得有点担心 因为他已经一个多月了 他都没有消 医生在电话那一头说 你就来直接来 没关系不用挂号 就当天去了之后啊 忧心忡忡嘛 因为200多万都已经存起来 要等第一个疗程了嘛 对 中皇都停下来 对 然后就给医生看咯 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医生 从他的那个拿起他那个 像放大镜一样的东西 想说你看 这么正式 他没有人眼睛 还要拿那个来看 我想说完了完了完了 然后看了指甲 他真的很久 端详了之后就说 苏欣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这个基本上 应该是 一个皮下出血的状况 我想皮下出血 就是瘀青吗 就是瘀青吗 就是瘀青的文言文 就是瘀青难怪没有消 好嘞 好嘞 瘀青也会消 所以跑医疗先不见得是对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 我还要那个说 然后我就说 怎么可能 我有比较过 我说医生 我有考虑过瘀青这个可能性 我是专业的医疗记者 因为我手上的也有一块瘀青 比他晚发生 我是等我手上这块瘀青消失了 我才来找你 这种科学提神 因为我这个后面的瘀青都消失了 但是他怎么还这么还在那里 对 指甲下面很慢 就尊尊占佑说 瘀青啊 因为指甲 脚指甲他长得很慢 对 没错 他估计要半年才会更新一次 所以他要等半年才会推出去 对 大约要半年 我说是这样吗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还是觉得 那我瘀青 我知道我知道 皮下出血量 对对对 然后无似乎他就 恭喜省了200多万啊 拿起他的体积型电脑 告诉我 你来看一下 黑色素细胞流长 是长这样的 你这个样子 这个是皮下出血 我还是不死心 对 那如果他有什么变化 我应该再来找你吧 他终于崩溃了 他不会有变化 那好亮 我去找这个医生 你等于接着我去找他 对 对 对